这是一个朋友问 他说一个共存派和一个清灵派 一起相处是个什么感觉 其实这个清灵派和共存派 共处啊 他是这个人应有之意 应有之意呢 就是 就是一个是侧重于荆棘嘛 一个是侧重于安全嘛 他就是好像左派右派的互博吧 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呀 最近漂亮国那里争论的最厉害的就是 就是这个堕胎的问题了 有人认为呢 要给这个女性的权利 是吧 自己的肉体呢 自己可以做主 也有人反对是吧 你应该给那些个 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更弱的弱者给他权利 是吧 因为人的生命 是上帝的赐予 是吧 你违反上帝的这个旨意 你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 那简直就不是个人类 就是这个样的东西的博弈吧 除非你生活在一个 所谓的天堂国 或者所谓的一个幼稚国 你根本就没有博弈过 你没有博弈过 那你要不就是全能的神 你要不就是这个 永远是孩童 谁是全能的神 是吧 哪个世界走的一大街 全是真理 那不是一群狂妄的人吗 但是满大街走的都是孩童 孩童很暴力的 这个坐过牢的人都知道 凡是拿刀可以剁人的 老流氓有点难度 因为他知道这一刀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结果 是吧 那个孩子们他们不知道 是吧 他一刀剁下去 就畅快 因此这个常念人 所谓的从一个残缺的人 走向了一个完美的人 他就是不停的是在博弈状态的 这个东西他是不停息的 当然一个孩童 他也不喜欢这个东西 他喜欢就立即 现在全部得到 是吧 那因此共存派和清零派 他都是有存在价值和意义的 对于渴望成长 渴望成熟的人 对于这个法西斯 对于孩童 是吧 对于全能的神 这都不需要 这个好像就是那个 漂亮国和那个朝鲜的这个对比吧 朝鲜不需要 但是漂亮国一定会需要这个东西 他是要合一的 就这样子 对于在这边 对于是 他还会需要这个东西 对于是 这有什么问题 我会需要这个东西